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院子 这颗蓝莓呢,已经挂满了果 蓝莓的观赏周期非常长 一年四季呢,几乎都可以观赏 像春天的时候,观花,观果 一直到了这个十月份 那么进入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叶子又开始发红了,非常的好看 这个紫竹呢,长得是非常的旺盛 生机昂然 这颗硬山红 今年这个秋花呢,开的不是很多 可能它是蜂长树的原因 识到识到我的一堆小盆景 把这个盆给它刷洗一下 枝条修剪一下 后院呢,有点热 所以呢,我爸这个小盆景啊 全部都搬到前有点来了 看这个蓝莓,接的也是非常的多啊 一树都是果子 这棵树的话已经八九年了 这棵树,紫花的硬山红 山楂,黄金 在这个小燕子里面呢 我种了有这个一百多种,一百多种植物 几乎呢,都是这个以盆景为主 这个山楂呢,已经挂过了 我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也挂住了一部分啊 可能有一部分要落了 到处都是小盆景啊 这些小盆景在养护的时候呢 最怕的就是天热啊 你这个要是弄不好的话 可能一天缺水,就把它给焊干了 这棵核手屋,我把它移到地上以后 长得特别的旺盛 把小盆景都搬到这里 这个地方呢,有树,特别的阴凉 楼房呢,有点高 所以就能够遮阳 百合,蝴蝶蓝 到处都是啊 你说这么一个园子 怎么能够舍得离开呢 鸟语花香 虽然目前打理的还不是太完美 但是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这个黄瓜啊,豆角啊,西红柿啊,辣椒啊 全部都已经种上了 嗯 你说这么大 一个院子 到处都是盆景,花草,蔬菜 鸟语花香 你说这不就是 人间最美的生活吗 人间最美的生活吗 一步一景,这多舒服 到处都是花花草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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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